2017年10月下旬 在香港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新闻 这就是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定罪 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连续刊发17篇报道 对香港的一个合法宗教团体全能神教会 进行疯狂的舆论攻击抹黑 仅20日这天 大公报就用了头三版全版刊发11篇 针对全能神教会的报道 报道中多处使用中共定罪大陆宗教团体的专用词汇 邪教以及末日论朝远麦当劳命案等 这些被中共反复炒作了多年的谣言假新闻 次日的报道更是指责香港的社团 审批程序太简单太宽松 要求政府对香港注册的宗教团体进行规管 还强调警方也将跟进 您见过一个媒体在一天之内 对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 无端发出十多篇报道进行抹黑攻击吗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就不足为怪了 但这事却是发生在一国两制民主制度下的香港特区 这实在令人匪备所思 民主制度下都承认宗教信仰自由 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也非常赞成宗教信仰自由 但在香港特区偏偏发生这样的事 确实不是个好兆头 如果香港全能神教会遭到中共迫害 香港其他宗教团体能置身世外独善其身吗 香港民主自由还能走多远 有港人认为 大公报此番发文攻击全能神教会 不仅是为其迫害香港宗教信仰制造舆论根据 而且也爆出了香港沦陷前兆 现在许多香港市民都担心 香港的民主自由真的就失去了吗 难道香港的一国两制真的就到头了吗 香港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 在大公报文汇报11月20日连发的13篇报道中 记者声称曾假扮考察者 多次到全能神教会参加聚会打探情况 报道中记者故意用词 歪曲抹黑基督徒的教会生活 基督徒传福音被说成蛊惑 拉拢 洗脑 聚会时唱歌赞美 被说成不识起舞 表现亢奋 就连对教友开放免费午餐 专人为教友看护小孩的爱心行为 也被说成类似传销手法 就此事我们采访了香港 韩国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 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作为香港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 对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 挥托事实的报道 我表示强力的谴责 对中共插庄教会 抹黑全能神教会 我也表示强力的谴责和抗议 全能神教会是向全世界公开开放的 为什么大公报记者不可以正大光明来考察呢 是都要用这种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的手法来调查我们教会 而且记者还潜伏在我们教会这么久 我觉得这里很可能有政治任务 记者是伢讨论的下的当分同仅上任务 更何方法律地搜射 有一些净学习比较 《众论的通货途徒》 正能神教会是每个法律可以提供的 要确定讯进去建议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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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事实上 造谣抹黑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段 例如 2012年宣扬世界末日制造混乱 以及2014年山东昭远 麦当劳命案 这些谣言和假新闻 已被全能神教会 人权人士西方学者揭露过多次 如今《大公报》 又把中共那套谣言和假新闻 拿到了香港 妄图欺骗不明真相的香港市民 以达到中共在香港 迫害全能神教会 迫害宗教信仰的罪恶目的 然而 谣言永远是谣言 谣言永远掩盖不了真相 11月28日 9家国际非政府组织 联名谴责中共 在韩国、香港、台湾等地 制造舆论 抹黑攻击全能神教会 文中称 这类指控在近期的媒体战中 重复报道 其性质乃为抹黑全能神教会 而散播的虚假新闻中 比较严重的例子 并且已被多个学术研究揭穿 事实上 2014年这宗命案的赵氏团体 虽然使用全能神的名义 却具有不同宗教信仰 非属全能神教会 中共处心积虑 编造许多谣言、假新闻 大肆定罪 全能神教会是邪教 以此为借口 公开镇压抓捕基督徒 仅2011年到2013年 短短两年间 就有约38万基督徒 因聚会传福音等信仰活动 被抓捕 多人遭受酷刑折磨 有据可查的近50人 被残害致死 此次《大公报》在报道中 也反复强调 全能神教会被内地定性为邪教 其言论与中共同出一辙 众所周知 中共历来都是以打击邪教的名义 对宗教团体进行镇压迫害 其罪恶行径 早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意大利社会学家 新兴宗教研究专家 马斯莫·印尚维尼尼尔教授认为 中国所谓的邪教政策 使得中国的宗教自由 受到严重威胁 也使得中国严重违背了 其签署的国际公约 人权活动人士 新树言说 在中共统治者看来 谁听话 谁就是正当的宗教 谁不听话 谁就是不正当的宗教活动 谁威胁到其统治 谁就是邪教 香港学者David Palmer认为 邪教说白了 就是中共不喜欢的宗教派别 中国时政宗教事务评论家 郭宝生指出 中共当局是有意通过 打压所谓的邪教 全能神教会 来进一步加强 对大陆地下教会 乃至整个基督教的迫害 由此可见 中共对邪教的定义 是极其荒谬的 而且用心险恶 事实上 中共自执政以来 就把基督教天主教定罪为邪教 把圣经定罪为邪教书籍 对家庭教会采取疯狂镇压抓捕 监禁残杀基督徒无数 销毁圣经无数 那么 中共定罪邪教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邪教呢 让我们听听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看法 中共本身是无神的政党 它根本就没有资格评论信任的事 更没有资格定罪任何一个宗教团体 它给它根本无法控制的教会 都给贴上邪教的标签 然后以打击邪教的名义 施以残酷的镇压 这是中共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一贯做法 它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取缔宗教信仰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邪教呢 可以这样说 凡是违背天意 立天而行的 就是邪教 在圣经里第一句话就已经开宗名义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 全能神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化成了肉身 只有基督才是真理 道路生命 只有救世主才能拯救人类 凡是抵挡神 定罪神 反对神的都是反面事物 反面事物怎么来的 那都是撒旦邪恶势力所为 凡是信假神 信邪灵 信撒旦恶魔的 都是邪教 凡是鼓吹无神论 进化论 等等这些抵挡神的邪数谬论的 都是邪教 凡是败坏人类 残害人类 屠杀人类 都是邪教 撒旦教 是邪教 无神论政党 是邪教 法西斯 是邪教 共产党 更是邪教 中共在他执政的六十多年里 杀害 真死 至少八千万中国人民 无数家庭 被摧毁 那都是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我们从中共这样疯狂的 抵挡神 抓捕迫害基督徒 与他这样祸害 屠杀人类的事实来看 中共就是与神为敌的撒旦教 它才是典型的地道的邪教 所以中共评论邪教 这纯粹是鬼话 那是厚艳无耻啊 中共是他无论做什么事情 首先是制造舆论 抹黑定罪 紧接着他就要采取暴力镇压 迫害 这就是中共打击异己 迫害宗教的一贯的手段 就像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 镇压西藏少数民族事件 法轮功的焚烧事件 昭远 麦当劳命案等等 他都是如此炮日 所以中共很有可能 在韩国 香港 台湾等国家地区 制造类似像山东昭元 麦当劳案件一样 或者制造其他恐怖事件 嫁祸给全能神效 中共宗教政策的流暴光力 就是以取代一切的宗教进阅 在2014年 中共在山东昭元 靠制了一宗麦当劳命案 之后就以打击邪格的命意 在全中国迫害家庭教会 有很多家庭教会都被逼关闭 有整百家的教堂都被拆了 还有几万个信徒被拘捕了 有些还要坐牢 现在中共的魔咒日生到来香港 中共可以在大陆制造招联案 同样极有可能在香港制造类似的事件 或者制造更加恶劣的案件 嫁祸给全民神教会 中共为了维护巩固它的独裁统治 一定会不择手段 香港本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宗教信仰受香港基本法保护 此次中共喉舌《大公报》 肆无忌惮发文攻击全能神教会 是对香港基本法的严重践踏 可见香港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中共的操控下早已名存实亡 中国时政宗教事务评论家郭宝胜 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信仰自由的谎言一文中谈到 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 中共一方面后巨资渗透香港宗教界 扶植其代理人 使香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 宗教界众多投面人物为他说话 同时 对不服从中共的宗教人士 则进行打压 另一方面 香港到内地家庭教会宣教的人士 一经发现轻则驱离 重则罚款拘留 2015年7月 国家安全法颁布后 中共威胁香港牧师不得向大陆人传教 无论是网络传播还是地面培训都不允许 引发香港宗教界很大震动 我们从2015年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 已经让人见识了中共践踏一国两制 越境执法的红色恐怖 而控制香港宗教界 剥夺香港宗教信仰自由 这是中共处心积虑 赤化统治香港的其中一个片段 早前有传媒报道 自香港回归以来 到现在 每日最少有70个人成为香港居民 近这20年来 已经有60几万的人 大陆人移民了来香港 这么多年来 除了中共高官的子女 来到香港之外 还有中共的特工 占领了香港各个领域 其中包括经济 政治 教育 文化 司法机构 都派了各种的特工 来进驻香港 赤化香港 凡是反对共产党的 都要被排斥中央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宣称 中英联合声明 作为一个历史文件 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习近平在讲话中 也只谈一国 不提两制 并在十九大上 反复强调 中央对港 有全面管制权 随着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被剥夺议员资格 国歌法在香港立法 一地两检通过 李飞在港 强推国安法 中共喉舌 攻击定罪 全能神教会 近日也有政府高官直言 共产党要直接管理香港了 中共正加速赤化香港 一国两制 以名存实亡 香港的法治 人权 民主自由 还能坚持多久呢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